印度傳媒報導 在中印邊境的解放軍 手持類似關都的武器迫近印軍 印度時報刊出相片 並引述政府消息說 大約50至60個解放軍 在星期一傍晚 迫近拉達克東部 班公湖南岸的印軍陣地 他們都手持棍棒、矛 以及類似關都的武器 印度士兵強硬應對 迫使解放軍最後撤退 眾人雙方早前互相指責對方的士兵 在星期一晚 試圖越過邊境實控線 繼而鳴槍 是兩國邊境45年來首次開火 外交部提出嚴正交涉 印度反斥中方侵略